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将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箴言十二篇的十二到十五节 题目是恶人的网罗 由心到口再到手 箴言十二篇十二节 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 义人的根得以结实 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 但义人必脱离祸患 人因口所结的果子 必保得美福 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 愚望的人所行的 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 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叫 在这几节的经文里 有两次讲到网罗 这两个网罗虽然不是同一个字 一个是愚望 一个是陷阱 不过这些都是用来抓捕 猎物所用的器具 猎物陷入其中 就算是苦苦挣扎 也只能越收越紧 最终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亡意图 这里说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 这个翻译看起来有点奇怪 好像还有人想要得着他人的网罗似的 所以就想出种种的解释和不同的翻译 这些不同的翻译都忽略掉 原句中恶人和坏人是有两个主词的 也就是说一方和另外一方的网罗 是有些关系的 那么怎么样来理解呢 我觉得何和坏的翻译还是不错的 他把原文的意思直接翻译了出来 就是恶人想要得着坏人的网罗 那怎么会有这么笨的恶人呢 我们看看第十五节就可以知道了 欲望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 这人的眼光就是有问题才会钻进网罗里 所以坏人的网罗是什么呢 比如说是金钱啊 权势啊 名誉啊 这些东西就是坏人的网罗了 他们是渴望进入这网罗里 并且在不知不觉之中啊 越陷越深 最终是逃不过灭亡 而恶人呢 他们所想望的和坏人一样 他们是渴望钻入那网罗中的 然后义人的根呢 那也就是义人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义人就是按照神的心意而生活的 那个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的心 就是义人的根基了 而根之依附于地土 义人的心也依附于神的话语 这样的义人是必定会结出丰盛的果子的 那世上的植物呢 就是原先就是从地里头 截取养分和水分 再加上阳光的帮助就会结出果实了 而义人的果实就是神所赐的福 其中也包括了生命 神是会加添义人的生命的 这就是包括今世以及来世的 这些就是义人的果实了 13节又说 恶人嘴中的过错就是自己的网罗 但是义人呢 必脱离患难 这是说恶人从他嘴中就生出过犯来了 而这个过犯呢 也就是不合神心意的话语 就成了恶人的网罗 这样的话语和雅各书当中所说的 人的舌头就是马的脚环和船的舵 它虽然小 却是主导人前进的方向 而人从口开始犯罪 也就将人带入了网罗 而义人和恶人是相反的 义人首先就要从口就不要犯罪 我们要先管住了自己的嘴 这样就不会被自己的口的罪 而被带入更大的罪恶之中 因而也就避过了网罗 也就避过了患难 真言的作者就称这样的 就是义人的口所结的果子 也就是无罪的言语 并且真言说 人因这果子就必得保美福 这包括了让他能够避过网罗 十四节的这句话还告诉我们 在言语与行为方面的差别 人的心或是人的言语 还只能算是个影子 神不以人心的思想来入人于罪的 但是人的话出了口 就可以算作犯罪了 例如当人咒诅了神所爱的人 那么这个人也就是在用他的口 在犯罪的 当然如果这个口犯罪的人 再由话语再进一步 成为他的行为的话 例如从犯罪的口 也带出了犯罪的拳头 那么这里就说 人手所做的必成为自己的报应 那就是会招致神旨意的运作 使万事互相效力 这里不仅仅是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那也让恶人得报应了 从十二节所讲的就是 心中的欲望会成为网罗 十三节所讲的话语 是带人走进网罗 而到十四节 则是直接在网罗之中得报应 你们想要免于这些网罗和报应吗 那就做一个义人吧 有义的心和义的口 最后也产生出何与义的行为 那就可与免于那灭亡的网罗了 愿上帝祝福你们 阿们